SOKO NO ALL NIGHT HONG KONG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我決定用這個形式 試一下和大家分享我身邊的故事 值得紀念的今晚第一集 我想和大家說一下鬼故 大家想一想 有一個日本人用廣東話來說 鬼故,すごいでしょ? 是不是很厲害呢? 大家可不可以給點掌聲? 好,多謝大家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在海洋公園裡親身經歷過的 一個非常靈異、很恐怖的體驗 海洋公園之前在萬聖節期間 舉辦過很多不同主題的鬼屋 有一間鬼屋的設定是非常之特別 要進這間屋的時候 你不可以和一群人一起 貼著走進去 每一個人要分開 而且還要你一個人獨自 這樣 躺在棺材裡面 接著那個棺材就好像匯傳壽司 慢慢慢慢進去間屋裡面 進去間屋之後 你會看到很多鬼 還聽到女人的尖叫聲 好像地獄一樣 搞到我很害怕 我怕到 我就沒辦法開到眼 我就用兩隻手 一直都蓋著我的臉 心想快點完了快點完了 快點完了 之後 沒多久 就是那個很靈異 很恐怖的事情就發生了 大家注目 我就無緣無故 突然間感覺到很冰凍 而且有少少濕的東西 輕輕地點到我的手部 那一刻 我就非常害怕 也感到很意外很奇怪 因爲我知道 許晃光運的鬼 光族人員 就不可以 shame 我心想 咦? 那我現在感覺到了 這個冰凍有點濕的感覺 是 類似哪裡? 於是我的問題 有一位長頭化的女士 好像日本的女鬼一樣的人 看著我,然後跟我說 先生,你已經來到終點站了 麻煩你,可不可以快點起床離開這裏 因為我一直用兩隻手蓋著我的臉 自己去到終點站都不知道 那位女鬼,不是女鬼 就是許讓公園的工作人員 她點一點我,很親切地告訴我 我就已經去到終點站了 真是好多謝那位女士 如果不是,我有機會現在都躺在那個棺材裏面 我現在可以躺在自己的床上 我覺得非常之幸福 好,今天的故事講到這裏 都是大家給連天 聞い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それでは走到,おやすみなさい MING PAO TORONTO